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跌幅将近15个百分点 520之前台股是有超涨的一个现象 所以520之后其实很多的一个政策并不是说 马上就能够显现出来台股的一个跌幅都比国际盘还要严重许多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在做一个520前过分期待的一个修正 分析师预估7800点是台股最低点 最近都会呈现震荡整理的局面 未来三天是关键时期 如果不再破底的话台股有机会看涨 在520之后的话电子股 传仓股 金融股 这些个股几乎全面都有出现下跌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一波跌下来之后 第一档比较有支撑的一个族群 我认为目前来看比较明显的是在观光股的部分 面对7月即将开放两岸包机局航跟陆克来台观光 分析师看好观光类股的表现 如果未来油价回稳也会拉台台股向上的趋势 台湾的海钓船联合号被日本巡防舰撞成的风波 今天出现了重大进展 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副代表 今天带着海上保安厅的信函 到船长何鸿一家里正式道歉 并且表示愿意赔偿损失 希望整起事件能够尽快的圆满落幕 等了10天终于等到日方正式道歉 这个月10号联合号海钓船在钓鱼台海域 遭到日本巡逻舰撞成 日本交流协会副会长特地带着 日本海上保安厅本部长纳徐秀雄的道歉信 到船长何鸿一家中致意 另外就赔偿问题 日方代表也允诺 会尽快进行协商 至于未来是否可以保证 我方渔船捕鱼的安全 绝对不会有问题 日方则不愿回答 就在日方递交道歉信的同时 日本在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 池田伟也到外交部会见部长欧宏恋 亲自向欧宏恋部长表达日方的歉意 希望这起联合号撞船事件 能够尽早圆满落幕 而欧宏恋也表示 为了维系台日双方友好关系 将尽快与日方进行余权谈判 与后续的交涉 记者赖淑敏 张志佳 庄志成台北报道 在政治新闻方面 已经停摆三年的监察院 即将要重新动起来 马英九总统今天宣布了监察委员提名人选 那么其中政府院长分别是 王建轩和沈富雄 这两位被媒体形容为 小钢炮和沈大炮 都是名嘴级的人物 王建轩表示他本来也担心 监察院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但是就算没有牙齿 就装假牙好了 还是可以做点事情 沈富雄则说 他与其每天在节目里面乱讲话 不如在一个有着力点的位置上面 以后讲话或做事都会更有力道 马总统接见监察委员提名人 包括政部院长和监委 总共29位被提名人 有来自学术界 医界和法律界 女性比例还是历届最多的一次 总统强调这次选人不看党派 重要的是要符合人民期待 我们监察院其实 当然一定要有牙齿 但另外一方面 也要展现出一个保民观 它的一种温柔的一面 这个柔性的一面 让监察院职权的行使 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 总统说媒体用小钢炮和沈大炮 形容政府院长提名人 王建轩和沈富雄 活药味十足 但他认为监察院要有牙齿 也要展现温柔的一面 王建轩回应老虎就算没牙 吼一下也有震撼力 会努力重振监察权 这么大的一个院 即使没有牙齿 只要我们努力做 我们仍然能够做一点事情出来 而且没有牙齿 也可以装假牙嘛 而监察院副院长提名人 沈富雄则表示 会答应任命 也是想把握余生做点事 那我最后答应这个位置的原因 就是说 我与其每天晚上 在节目里头 但讲一通 也许有个位置 有个着力点 也许讲话 或者做事 会比较有点力道 大家说理想 蓄势待发 能不能展现威力 现在就等立委支持 给个机会 记者王岐路 吴家宝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